中国首创火箭造桥树公开展示 投资6.18亿 至今无人超越 现场画面曝光 震惊欧美28国 本期视频就让我们来详细了解一下 欢迎观看本期节目 在观看之前 希望大家能够点击订阅 这样就不会错过每期的精彩节目了 火箭提到这个词 大家应该都不陌生吧 绝大多数人对它的作用认知局限为 发射卫星或者进行轰炸 可是谁能想到 我国竟然用导弹造了一座大桥 我国这一行为可以说是震惊了 世界的基建圈 坐实了基建狂魔的称号 那么用火箭建造的大桥是哪座呢 它就是四渡和大桥了 说起这座大桥 就不得不提一些它的重要性 四渡和大桥 是我国迄今为止 在深山峡谷中建成的跨度最大的选索桥 项目总投资6.18亿元 桥面双向四车道 它的东边是八字岭隧道匝道 西边市也三关隧道 匝道桥全长约1360米 宽24.5米 它连接着湖北与江西两大省份 是上海到重庆高速公路的主要组成部分 不仅如此 它还是连接或于高速公路的一座重要桥梁 距离户于高速公路1383公里 四渡和大桥的诞生 不仅促进了我国在山区大跨度建桥技术的进步 也推动了山区高速公路的技术发展 还对当地的经济发展 提升人民生活水平都起到了深远的影响 在2010年和2016年 四渡和大桥分别荣获了国内两大奖项 公路交通优秀设计二等奖 以及13届中国土木工程粘贴右奖 而之所以能够取得或者说创造这个奇迹 和整个大桥的设计 建设和施工等每一个部分的参与者的共同努力 脱不了干系 也和中国感为人心 不为艰苦的精神带有干系 在汇集中方共同努力之下 大桥的设计和施工 在国内外桥梁建设史上都创下多项第一 四渡和大桥施工场地非常的小 在宜昌岸的坡度约为85度 甚是陡峭 再加上三种主要构造 隧道锚 公路分岔隧道和锁塔 都集中在悬崖峭壁边上的大桥轴线上 完善锁塔同样位于岩壁边缘 其动力锚位在较陡的小山峰上 这无疑给本就艰难的工程建设 带来了很大的困难 2004年8月 四渡和大桥正式开工建设 五年后也就是在2009年11月15 正式建成通车 即便过程充满了艰辛 但也创下了很多的壮举 建造后跨越了整个四渡桥峡谷 桥深距离峡谷底部接近600米 这个距离相当于200层左右的大楼 一般高了 四渡和大桥项目也被称为 世界第一高悬所桥 即使是现在 其桥边依然刻着世界第一高桥的石碑 不过实际上现在已经已经不是了 我国在2016年又建造了北盘江大桥 北盘江大桥要比四渡和大桥高处五米 所以取代了其世界第一高悬桥的称号 这样一座高悬所桥的建设难度 可想而知 我国的工程人员和施工队遇到的困难 数不胜数 四渡和大桥要向修建旧的横跨四渡和峡谷 而这个峡谷地势狭窄深不见底 四周悬崖峭壁参差不齐 复杂多变 导致建设的材料运输成为一个难题 按照以往的方式 修建大桥的材料都是工人和运输车一起送的 每一组分成五个人 运输必须材料钢索 但是钢索的重量也不小 哪怕是平时陆地运输都稍显吃力 更不用说这里复杂的地势了 而且峡谷地势偏高 需要向上爬坡底部还有团积的水流 这种条件下 施工队就面临很多预料之外的风险 还没开始就遇到难题 我国工程师们也是头疼的不行 于是就召集团队商讨对策 传统的方法肯定是行不通 必须要另辟蹊径 选锁桥不同于传统的大桥 选锁桥是十九世纪初被发明出的一种桥 通俗一点来说 它类似于生活中常见的吊脚 通过两个锁塔悬挂连接大桥之间的两根旋锁 以达到垃圾桥面的坐落旋锁桥的优点很多 用料省自重轻 还可以充分利用材料的强度 除此之外 旋锁桥比其他类型的桥要灵活得多 哪怕在大风和地震区这些条件下也表现优异 所以很适合在四渡和峡谷建设 而旋锁桥建设首要的就是铺设先导锁 因为大桥跨度很大 旋锁本身是非常重的 此时我们就需要性轻一点 但强度高的绳锁 又或者用非常细的钢锁 也就是先导锁引到对面 接下来用这个绳锁或钢锁 来牵引着更重的绳锁 来完成桥梁的假设 这样的话就会使施工难度降低 还能小幅度提高工作效率 不过四渡和显然不是这么容易征服的 峡谷的两岸遍布悬崖峭壁 怎么合理使用先导锁就成了一个问题 开始我国工程师们提议使用直升机和热气球空中作业 但这个提议很快就被否决了 四渡和空间狭小 直升机升降和停靠都是个问题 这还不是主要原因 因为是峡谷地心 所以内部的气流不稳定 冒这么大风险自然是不现实的 为了这个问题 工程师们可以说是焦头烂额 甚至期间还有一名负责大桥建设工程师王仲旭 在高强度的工作下病倒了 说起来真是造化弄人 就是这次工程师的住院机缘巧合下 因为看见书液的针管产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 大家对书液的针管应该都不陌生 构造很简单 就是注射器后边连着书液管 之后王仲旭还想到了鱼叉 鱼叉捕鱼的过程 不正和他们面临的问题 有异曲同工之妙 如果用火箭引导先导锁 会不会有很大的可能成功 于是这个大胆的想法一发不可收尸 工程师赶忙和同事们表达了这个方案 一群工程师出门 这个方案也是惊为天人 但还是认真思考了可行性 此时国外也传来了诸多声音 无一例外都是说我们的想法太过天马行空 简直是一想天开 要说我国那真是一个有着无限可能的神奇国度 空谈物国 实干兴邦 这个突破性的大胆方案 在我国得到了广泛的认可 于是立马就着手定制方案 向相关部门申报 反复推敲方方面面的细节 力求做到万无一事 多次模拟火箭发射的坐标 期间还向对岸发射了两枚小型火箭 每一枚火箭上绑着1200米的钢锁和直径14毫米的仙导锁 随着爆炸声响起尘埃落定 我国工程师们兴奋地抱在一起 成功了 这个无异于天马行空的想法 居然在这样短短几十秒的时间 真的发生并成功了 这意味着我国桥梁基建历史开创了一条仙河 不仅如此 大桥的两根竹篮是由127根直径5.1毫米的特制钢丝组成的 算下来 这座桥梁就是被16129根钢丝掉在了600米的高空 而且在施工过程中 工程人们还在桥面设置有长杆 路灯 夜间照明灯等设施 与扩大夜间行驶的视线范围 在四渡和大桥正式通车后 当人们在这座桥上行驶的时候 被云海笼罩着 才会感觉自己走在了云中天桥 我国用火箭造桥这一技术震惊了全世界 甚至其他国家纷纷效仿中国 近些年来 基建技术是越来越强 不光在国内驰名 就连国外都对中国造桥技术感到惊叹 而且在全球排名前十的大桥名单里 中国就占了八座 贵州作为中国发展比较慢的省份 由于地理条件的影响 缺乏交通线路 国家也在大力扶持贵州的发展 据统计 贵州已经有四十座桥 已经排行在全球前一百座桥中 同时 贵州一座大桥 就震惊中外媒体 连英国BBC专程来拍纪录片 在2017年年底播出的世界 看见中国专门为中国这座大桥 做了纪录片 这座大桥 就是世界最高的跨江大桥 北盘江大桥在建造规划时 跨越了贵州省六盘水市和云南宣威市普丽湘大桥 连接了云贵两省的交界处 跨越了北盘江大峡谷 与云南省在建的航卫高速普丽湘 至宣威短相机大桥 由云贵两省合作共建 总投资10.28亿元 云南出了5.37亿 而贵州出资4.9亿 大桥建成后总长7341米 桥深和谷底的直线距离是565米 这也是世界最高的跨江大桥 比国外最高桥梁 巴布亚新几内亚海 极交峡谷大桥 高出近100米 也就是咱们视频中提到 取代四堵和大桥 成为世界第一悬索桥的大桥 这座桥梁简直就是不可思议的工程 克服了无数世界难题 夺得了多个世界之最 堪称桥梁建造历史的一大奇迹 不得不佩服咱们中国工程师的 基建水平和智慧 届时在2016年底通车后 从云南宣威至贵州水城建的车程 将从现在的四个多小时 缩短至一个多小时 带动了云南和贵州的经济发展 随着中国的不断发展 以及海外建设的持续深入 中国建造这张世界名片 正逐渐在世界舞台上展露头角 中国桥将成为促进 中外互联互通的桥梁 好了 今天的内容就讲到这里 关注我 带你了解更多你不知道的事 咱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